《烈大夫中醫教室》 主持人 張懷烈中醫師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集《烈大夫中醫教室》 在我們身邊的就會有 神仔醫師和D理醫師 D理醫師是我們其中一位晚長兄 所以我們今集請了他回來 講一講我們中醫常見的問題 我作為列院長 今天我們也沒有任何準備 所以我們想講一講 一些中醫常見的問題 我首先看到神仔 為什麼你這麼怕冷 拿著大熱天時 拿著D理醫師送給你的頸巾 先澄清一下 不是送的 不知道為什麼D理醫師 書包有一個頸巾 有一件風衣 還有一個暖水壺 懷疑他是女人 我只是借用他的女人 D理醫師你回應一下 他說你是女人 不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鐵冷氣很大 周圍商場進去 突然進去商場很冷 隔壁的人 或者我自己 如果覺得冷 的時候 衛免風寒入體 就會用頸巾 包著頸巾 用風衣 穿著 衛免風寒 吹到他身體裡 就會導致病 外感就不好 所以我有些病人 然後我就叫他去 找一下D理醫師 他是暖男 原來就是這樣 有暖水喝 有很暖的頸巾 還有很暖的風衣 神仔醫師 說一說 現在我們這個大熱天時 今天更曬得我 整個人都黑了 你看看 黑到這樣 室外很熱 但一入到室內 又很冷 這個是不是叫冷氣病 這個肯定是冷氣病 我也有很多病 有這個情況 其實包括自己都有 這個冷氣病 最明顯就是 好像我今天這樣 明明外面天氣很熱 正在吐著雨 正在上風 但是頭部很痛 然後腦袋現在也是 塞住了想不到事情 簡直是兩邊 想不到事情 那好吧 對了 我今天就叫D理醫師過來 幫你想起來 那份 在這兩邊 和前額的位置有點同 就是我們所謂的冷氣病 風邪 風邪入了頭 那D理醫師 究竟風邪 或者風寒 或者我們叫冷氣病 溫差室外室內太大 然後導致有些人 是不是會免疫力下降 還是我們應該要如何是好呢 我想一想 嗯 D醫師是一個暖男 所以呢 他想不到冷氣病 因為他比較暖 那我們應該用藥物 究竟在治療上 是要補回那個人的陽氣 還是會應用一些刮沙拔罐 還是針灸方法 其實也要看回每個人的病症的情況 如果他是人體本身是沒有特別虛的 那我們就不需要補虛的形式去治療 就是不用補他的陽氣 陽氣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他是因為病邪 風邪、寒邪入了體內的話 我們自然就需要用一些藥物、針灸、拔罐的形式 就是把身體內的風邪、寒邪、外內的邪氣去驅走 而令身體變回 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即是冷的就變回熱 因為據我了解 你是一個比較暖的法師 暖的法師 就會令到他的溫暖 供給世間的美女 還是動物都會 包括我看到剛剛Dee醫師 給神仔醫師的毛巾 很多貓毛 有貓毛的 貓而已 貓是一種動物 那有沒有養狗的 也有 貓、狗也有 令牠變暖 令狗變暖 對 這個很重要 好了 冷氣病 剛剛Dee醫師說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藥物 中醫師的診斷方式 然後應用它的虛證還是實證 用來作出平衡 但是 我這裡可以提出一項 就是 這個溫差的改變 其實很多現時的情況 現時的朋友 他都會在 譬如 一進入冷氣之後 鼻子開始塞 然後有些人 反轉 他是一出到 流鼻水 一出到熱的情況 反而是會流鼻水 這一類的情況 神仔醫師 我們會用 最主要 最常見 是會怎樣去治療他 你要看清楚 我們所謂的鼻敏感 就是香港人的通病 是因為什麼問題 我們經常說 肺為嬌壯 亦為華蓋 意思是肺 就是在五臟六腑最頂頂 先把手拿出來 最頂頂這個位置 意思是 你一進入到 邪氣 寒邪 風邪 就進入肺 肺跟皮毛相表類和 鼻子又開竅 即是跟鼻子又連著 多數人是肺氣虛的問題 這一種 都是吃藥 吃一些驅寒 驅風 然後補肺氣的藥 或者做一個簡單的拔火管 因為用火的原理 令你的皮毛更溫暖 然後散了寒氣 就會更好 但有時我看到有些不是的 一些慢性的鼻敏感 就不僅是肺的問題 有時延伸到脾胃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脾胃 是一個草痰的地方 而肺是一個新痰 不是好像調轉了 脾胃是一個新痰的地方 即是會生出一些痰 所以有時 可能你看到一些肥肥的人 或者是虛伴 水腫的人 他們怎麼會被敏感 就是因為他們吃東西太生懶 然後導致脾胃生了一堆痰 令你的肺炒了痰 才會有鼻敏感 這個的醫法也有不同 即是用藥方面也有不同 這個反而用針灸會比較好 即是現在時代的人 就比較喜歡吃一些生懶的食物 包括像魚生 刺身 所以為什麼 很多日本的膳食都會加一塊薑 然後就在裡面 那芥末 我個人覺得芥末未必是熱的 芥末不算很熱的 不會很熱的 但可以嗨氣 嗨味 D.C. 在飲食上 譬如有些病人 經常要去上班 要進出那些很冷的冷氣環境 或者家裡又養貓 又養狗 然後牠的毛織品 牠的身體上面 衣櫃裡面的衣服 全部都是貓毛毛狗毛 這件事 我們中醫通常 會不會有什麼藥物 是比較常見會應用的 常見的藥物 因為通常這些情況 身體情況 都是因為比較虛的情況而形成的 我們如果要補肺氣 補肺氣 補肺氣 可能需要補肺的藥物 可能是一些黃旗 可能是一些檔心 之類的大藥物 都是根據每個人的情況去定 而大致上 我們補肺的藥物 就是這兩種 然後如果是一些肺虛 脾虛 可能就會健一健脾 這些藥物 黃旗和黨心 這兩種是我們中醫經常用的 包括我們經常見到以前的藥物 一包包包包好 無論是八珍湯 或是以前的八珍茶 或者是四君子湯 補肺的藥物 都有這兩種 即是現在坊間經常說不其 不其黨心 黨心其實有個黨字 黨字現在都要小心說 但是我們其實以前的節目 都曾經介紹過 這是中國黃河河套地區 其中一個不知醫院 還是什麼地方 但是它本身的性質 和人心 譬如在韓國野山高麗山人心 它的性質又不同 它沒有那麼熱 所以其實黨心 都相對適合香港不同類型的患者 包括鼻敏感 容易怕冬 然後打冷鎮 然後出入溫差地方 然後長期導致它免疫能力 和靜氣虛衰 好了 有什麼運動可以做一下 神仔醫師 因為我看到你現在幫著風口 可能一會兒 B那集 我們把D你 把D你 神仔醫師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喝 當然要喝 紅酒 紅酒 紅酒有益 這種情況 我們做什麼運動呢 神仔醫師 當然是心肺運動 我經常都叫病人 你不要只做健身 不要只練肌肉 做多些心肺運動 即是大洋運動 跑步 踩單車 小小的行山 膝頭疼 不要行山 但跑步是最好的 因為你一跑步的時候 然後我們用經絡學術來講 由你的頭 即是你的頭要踏 像跑步 你的頭要踏嗎 跑步 你踏一次 這樣吧 就是這樣 頸椎有問題 好了 我們又連續去頸椎 你很明顯 頸椎有問題 好 繼續 說完 即是你的頭要平衡 不要踏 平衡 是不是 你需要跑步 總之在頭去到腳跟 即是我們的督脈 楊經 最重要的地方 講一下督脈 從哪裡開始 任督耳脈 各位觀眾 督脈是由頭 由頭頂 去到你的屁股中間 長腸 屁股 即是美龍骨位 這段時間我辛苦了 因為床褥太軟了 所以趁地臨 然後腰骨很痛 那個位置 簡直是 然後 令到我的胸椎 低段 應該是第十二至腰一二 非常痛苦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脊骨健康 剛才晨仔說的跑步 其實非常好 但頭是否要踏呢 其實我們專業的 因為剛剛已經過了東京奧運 我們對於跑步非常專業 對於跑步 我們看到跑步的人 頭部不會踏 不會踏 很直的 很直的 如果你一踏 你便沒有氣了 最後一百 那你的頭也有少許動 震動 也有的 也可以動一下筋骨 但是頸椎問題 我們現在常見 我們看到很多朋友 其實是頸椎痛 也會連帶由頸椎病 導致 譬如神經根營的頸椎病 導致手麻痺也好 原來 連免疫力都會降低 甚至那些朋友 經常都會怕冷 經常覺得自己作感冒 這個就是剛剛D理醫師說 包括我們要如何平衡 那個人的虛實症 所以筆其黨心 其實在我自己的建議上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當然 都要視乎體質和正 我們剛才說的正 什麼意思呢 一個虛一個實 剛才D理醫師說 虛正 就是用筆其黨心為主 因為是以氧氣、補氣為主 好了 但是如果實症 實症 神仔醫師 又考考你了 通常如果 一些上呼吸道 鼻敏感 那些症狀 經常是冷氣病 溫差改變 而導致免疫力系統 和靜氣虛衰 這一方面的實症 我們通常會 中醫應用哪類的藥物 你又列出兩種 剛剛大夫說了八戒指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用的藥物 我有說過嗎 你有啊 什麼時候說的 我什麼時候說的 沒有啊 沒有啊 對不起 你說戒末 是呀 我說戒辣 不是白戒指 但是這個有趣 我剛剛突然腦閃了 戒字其實都是同類品種 其實不是同類的嗎 Muster 都是戒 戒就是什麼呢 以前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聖經裡面說 你的信仰、信心 如果你能夠對神 是擁有的 是強的 你的信心就好像戒菜的種子 這個就是當年黎凡特地區 中東地區成立 其實這個戒菜 已經是人類物種淳化這個農作物 很多很多年的經歷了 所以是東方、西方都一定有的 所以白戒指其實是戒這種植物裡面 白色的品種來的 而平日我們喝東西的那種就是黃戒 所以它的戒辣就通常是 譬如你吃條熱狗 黃色那些 你剛剛說實證 用白戒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它的作用是怎樣的 因為戒可以什麼 它有些辣的作用 凡是辣的東西 都可以把你的邪氣發出來 如果你那一下感受到 好像我現在感受到 很多寒邪在肺的時候 吃一些髮物 但就不是海鮮牛肉的髮物 而是藥物的髮物 發出來 鼻水就會收 或者有時候 鼻塞的時候就會通回 那會很好用 白戒指是一種的 第二種呢 哪種呢 你說吧 如果大家經常聽 穿過白紙魚頭 不如你說一下白紙 白紙很難喝 白紙很難喝 白紙很苦 白紙是偏苦一點的 如果是苦的話 剛好可以對應我們的汗 或者偏少少濕的東西 多數有些人 像我現在這樣 頭痛 想不到事情 頭會失去 那就吃白紙 因為白紙是向上通 就會在頭上開竅 我突然很需要 對 因為他的風口吹著 真的很痛 沒有辦法 所以我通常見 應該是Jordan 這個位置 Jordan陽氣強 多數我坐在中間 不知道你霸了那個位置 那我要介紹兩位 一會兒我調一下位置 讓你沒那麼冷 但最後可以講一講 為什麼全部都是白呢 白色就是入肺 所以在我們以前的中醫來說 鼻敏感好 上呼吸道 咳嗽 氣管 全部都是跟白色和肺有關 所以這就是 我們中醫的一種 生活智慧和用藥智慧 好了 今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半再見 一會兒你會見到他們 異形換影 糾轉星移 好 我們B再見